很高兴 同拉卡列总统先生见面 欢迎你对中国进行访问 2023年是中乌关系史上特出的一年 既是两国建交35周年和乌拉圭加入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 也是你的父亲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拉卡列艾雷拉前总统访华三十周年 总统先生这次访华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和乌拉圭民族都宠上团结有爱的精神 建交三十五年来 尽管两国的国情不同 但中乌始终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合作共赢 各领域交流合作 蓬勃发展 特别是面对新冠疫情 两国守望相助 同心抗议 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得到升华 当前 深化双边关系日益成为两国各界的普遍共识 我很高兴同总统先生共同宣布 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我愿同你一道 继续引领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前行 将中乌关系打造成为 不同体量 不同制度 不同文化国家 团结合作的典范